嗨,我是乐乐,一起来玩吧! 火车快飞,火车快飞 乐乐,你在唱歌呀 姐姐,火车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交通工具吗? 这个嘛,火车是最多人搭乘的大众交通工具 但是还有一种交通工具跑得更快哦 真的吗?快告诉我! 这种交通工具叫做高铁 高铁跑得比火车还要快呢 奇怪,为什么高铁可以跑比较快? 我们去台湾高铁探索馆找答案 好耶,快走吧! 我们到桃园了! 就是这里吗? 台湾高铁探索馆在高铁桃园站旁 出站后走路三分钟就可以到哦 就是这里 你好,我是乐乐,我有预约参观 谢谢 这里怎么蓝蓝的,还有好多台火车在跑 想了解高铁,就要先知道火车 火车可是高铁的大前辈呢 在以前还没有高铁的时代,火车是最多人使用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嗯嗯嗯,乐乐知道高铁和火车哪里不一样吗? 嗯,我知道,高铁跑起来比火车还快 高铁又叫做高速铁路 是一种比普通铁路速度更快 使用特别车辆与专用轨道的铁路运输系统 哦,我知道了 所以火车跟高铁的差别就是车子跟铁轨不同吗? 没错,因为使用不同的车辆和轨道 在台北车站搭车时 还可以看到高铁和台铁等车月台是不同边的哦 要小心不要搭错呢 对了了了,你知道高铁可以跑多快吗? 嗯,我知道姐姐说过 高铁是路上跑得最快的交通工具 小朋友,你知道台湾的高铁最快可以跑多快吗? 一,时速100公里 二,时速300公里 三,时速500公里 啊,我知道了 答案是二 我知道高铁跑得比汽车还要快 爸爸的车子平时在高速公路上可以开超过100公里 但是500公里好像又太快了 所以我觉得答案是二 没错,答案是二 台湾高铁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300公里 所以从台北出发到高雄 最快94分钟就可以到 真的好快 不过为什么高铁可以跑那么快呢? 我是火车头大力士 我负责拉动所有车厢 让大家一起往前进 我们是同心协力的高铁车厢 我们可以一起往前进 一,二,三,四,五 我发现高铁有12节车厢 不过,好像有人在偷懒耶 第一,五和12节车厢没有安装马达 得靠其他车厢一起帮忙往前走 加油,加油! 原来如此 高铁有这么多节车厢一起拉 火车只有一个火车头 要拉动后面所有车厢 难怪高铁跑得比较快 太厉害了! 就是他们负责建造高铁的吗? 高铁从1999年开始动工 有不少外籍劳工也加入工作的行列 真的耶 告示牌上面有好多不同国家的语言 我可以戴这个帽子吗? 等等,乐乐 那是展览品 不可以拿哦 抱歉,抱歉 想成为高铁工人 要先确认安全装备 我们一起来检查看看吧 开始确认 安全帽,OK 护目镜,OK 防护口罩,OK 反光背心,OK 乐乐工人报到! 嗯,不错不错 乐乐工人看起来很专业哦 哇,好大的轮胎 奇怪,这是高铁的轮子吗? 铺设高铁轨道前 有些地方还需要搭建新的桥 利用运量车 就能协助运送桥墩建造材料 这些轮胎都比我大好多 咦,这里还有好奇怪的脚踏车 这是巡逻用的脚踏车 仔细看,这些脚踏车在什么上面 在轨道上 这种脚踏车不能随便骑吗? 没错 巡逻用的脚踏车 使高铁铁路在建设期间 让工人们在上面工作 可以快速移动 等到所有轨道都铺设好 这些脚踏车也就正式退休 不再出现在轨道上 嗯,说的也是 工人盖铁路 也需要交通工具来移动 姐姐你看 左边的脚踏车有加盖子 这样就不怕下雨或是大太阳了 是啊 乐乐观察得很仔细哦 不过我还发现 这些铁轨距离怎么那么近 我还以为车响那么大 可以抓那么多人 铁轨也会离得很远呢 哦,你说两个铁轨之间的距离 叫做铁道轨距 轨那么窄 是因为发明轨道的英国人 最早先利用马车在轨道间移动 所以铁道标准轨的轨距就跟马车一样 据说正好是两匹马的屁股宽度 高铁轨道因为路段不同 有不同的轨道路床 你看 真的都长不一样耶 有的底下居然还有石头 台湾高铁因为行驶的路线贯穿台北南港到高雄左营 除了平面路线以外 也有许多高架路段 因此需要不同的轨道路床 咦,这里也有高铁要出发吗? 哇,那里有高铁 高铁出来了 穿过高山越过消息 高铁经过了好多好多地方 居然还看得见101呢 还有缆车 前面就是隧道了 每次车子经过隧道的时候 四周都会变好黑 我会把眼睛闭起来 等到穿过隧道后才会张开眼睛 我觉得高铁好厉害 要挖开一整座山才会有山洞和隧道 台湾高铁经过最长的隧道 是彰化八卦山隧道 总长有7364公尺 比6000个乐乐叠起来都还长 咦,这是车站吗? 啊,这是我们刚刚出站的桃园 我发现每个车站长相好不一样 乐乐知道高铁目前有几个车站吗? 小朋友,你知道台湾高铁 目前有几个服务车站吗? 一,六个 二,十个 三,十二个 嗯,有台北站 桃园站 还有 糟糕,到底有几个 答案是三 台湾高铁目前一共有12个服务车站 除此之外 还有五个维修基地 维修基地是修车的地方吗? 维修基地不只负责修车 还有定期的高铁保养 也是负责路线巡检的基地哦 做好检查和保养 就能保护我们的安全 哇 高铁车头尖尖的 哈喽,乐乐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有尖鼻子吗? 对耶,为什么呢? 高铁最快时速可以高达300公里 每当我跑起来越跑越快的时候 迎面而来会有 我知道,是风 我跑步的时候会感觉到有风吹在身上 有时候风太大的话 我还会跑不动呢 由于我的速度很快 风打在我脸上时可是很痛的 所以我拥有尖尖的车鼻子 这样就不会被太多的风打到 也不会被风阻挡 跑不动咯 原来如此 那车头里面有什么呢? 是开车的地方吗? 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是驾驶舱 我要我要 我要当列车驾驶 我要开高铁 乐乐会开高铁吗? 这个吗? 我可以学呀 先学起来 等我长大后就可以开 哟 驾驶台的按钮好多 要记得好多东西 高铁驾驶 很重视安全 除了考到驾照外 还必须每年定期复训 每隔三年 要再次通过技能减定考试 才可以负责每日运送旅客 对了 乐乐知道吗? 除了驾驶以外 高铁上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工作人员呢? 我知道 有列车长 还有卖东西的服务人员 他们叫做服务情员 负责车上贩售 我觉得列车长很帅气 他们会走来走去 到处查票 但是为什么 他会知道我要坐到哪一站呢? 仔细看看列车长手上拿的东西 看起来好像一台大手机 我们放大一点看 这也放大太多了吧 好大一台手机 画面上出现的 就是列车长查票时 手上的机器画面 哦,我懂了 上面的每个格子都是座位 没错 所以列车长可以很快看出 哪些位置的车票已经卖出去 也能查出这个旅客要去哪里 有了神奇的机器帮助 难怪列车长那么厉害 旅客也可以运用 厉害的手机系统买票哦 输入启程与到达车站 选好搭车的时间 就能透过APP买车票啦 不需要印出车票 也能进出站 太方便了 这样出去玩就更快了 乐乐怎么一直想出去玩啊 我是乐乐探险王 我要搭着高铁到处去旅行 这里好多模型 火车和高铁都是好厉害的交通工具 台湾高铁探索馆里不只收藏迷你交通模型 也藏有许多珍费的高铁文物 是宝藏吗 在哪里在哪里 这是公开的密室 可以从外面参观 里头藏有很珍贵的资料哦 哈喽宝藏 你们要好好待在里面哦 搭高铁游台湾 这里有好多纪念品 哈哈哈哈 居然还有高铁车头的笔呢 高铁不只有很多有趣的纪念品 搭乘的时候也有机会发现特殊的联名列车 到不同车站时 也能在服务台发现不同高铁站代表的纪念章 我一定要把这些纪念章都收集到 高铁发车了 我也在上面 高铁探索馆真好玩 可以当高铁工人 还可以走进高铁驾驶舱 原来高铁车头尖尖的鼻子 可以让高铁跑得更快 建造高铁的时候 有许多不同国家的人一起来帮忙 列车长知道我要去哪里 是因为手上有厉害的机器 我还知道 台湾高铁现在有12个车站 我已经去过台北和桃园 每个车站的外观造型不同 还有不同的纪念章 姐姐 我们什么时候去其他站玩呢 12减2等于10 我还有10站还没去过 那里还有什么好玩的吗 只要准备好探险精神 乐乐随时都可以去探险哦 太棒了 小朋友 我今天到高铁探索馆 除了更认识高铁之外 还变成高铁驾驶呢 你喜欢高铁吗 你也想要开高铁吗 记得写信 记得乐乐信箱跟我说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